分別把它填進去 填進去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亂數 在亂數跑一個什麼 亂數的話我們可以用random random我們上次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用random的類別 一個是用mass裡面的random方法 兩種方式都可以產生亂數 至於哪一種比較好 其實就看你自己習慣 因為結果都一樣 不影響程式的設計 所以你用mass.random 或者是用random類別的話 那當然都可以 不過坦白講 用mass.random當然比較方便 為什麼 因為mass這個類別不需要import 所以如果你用random的話要import 另外就是說 mass.random直接就輸入上去 就可以直接用了 不像說random類別 你還new一個random的物件 之後才可以使用 那就多了兩三道程序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產生亂數的話 那當然我建議還是用mass.random 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這個地方的話我前面一直強調 就是說很多同學會想說 這個函式戶裡面這麼多怎麼寄呢 其實我講過了最重要就是你要寄 最重要的該寄的你一定要寄 比如說像java.lag裡面的這些套件 因為同學想說老師為什麼這個mass 它不需要import也不需要宣告就可以用 因為java.lag裡面的所有類別都不需要 因為它已經預先幫你隱含進來了 已經import了 已經就可以用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做任何宣告 那同學就會比較confie 你不用confie 反正就是這個 這是它的規則 這就是java的規則 我們要學習其實就是如何使用 如何去了解 如何去follow它的規則 而不是說老師那為什麼你可不可以改變 沒有辦法 這就是它的規則 你也不要想說要去改變它的規則 因為這就是它的規則 我們要學的就是follow人家的規則 以後它怎麼規定我就怎麼做就對了 你不要去想說你要去改變它裡面的規則 如果你要改變它的規則 那你很抱歉你可能要另外再自己寫一個韓事庫了 那如果你要自己寫一個韓事庫 那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階段 那在台灣因為市場比較小了 所以基本上會另外寫韓事庫 可能要再另外組個team 那倒入怎麼樣呢 跟國外買saparty的 人家就已經寫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所以在台灣你不要說 你本來身高就不夠高你要跟人家打籃球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會涉及到韓事庫 公司也不會想要叫你去寫 為什麼因為這個絕對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乾脆怎麼樣呢 乾脆去跟國外買 所以很多那個韓事庫 很多公司就是會跟國外去看有沒有比較好的韓事庫 那我們的我們需求就是去把他買回來 付費用給他 他每年都update 那每年都要付費用 如果沒有關係 至少你不需要組一個team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要學習的就是如何 如何